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北京鸟巢开幕的情景时 用的最多的表情符号是红心 表达最多的是对北京冬奥会的祝福 当年参赛者荣耀归团队2008年北京奥运会 刘国梁率领国拼得得男团冠军 并使无前例的包揽男单前三名 昨天刘国梁在微博上晒出了十年前升旗领奖的照片 感慨十年之后 我心依旧回忆过去 北京跳水名将林月 趁当年他正感受着巨大的压力 第一次登上奥运会赛场 不满17岁的他正面临生长发育周期 和各种伤病的困扰 回想当时 仿佛天都要他下来了 幸运的是 我身后有强大的祖国 以及一支强大的团队 在为我做着各种保障工作 最终帮我登上了最高领奖牌 一路心怀感恩 哪怕再过十年 再过二十年 那一份荣誉 永远属于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过我的人 2013年重新执掌中国女排教编的郎平 昨天在回忆过往十年时也有颇多感慨 对他个人来说 过去十年的每一天工作 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对中国体育 特别是中国排球的发展来说 这十年意味着很多变化和发展 中国排球更多地接受了来自国外的先进理念 有更多的运动员从中受益 我们的排球职业连赛也不断发展 有更多的国际球星来中国打球 朱婷这样的世界顶级运动员也在运动生涯的黄金期登上了令人瞩目的职业赛场 他还表示 竞技体育说到底是属于年轻人的 十年至少是三代运动员的黄金岁月 为了中国体育的进步 运动员们努力做好每一天 做最好的自己 我们教练作为过来人 则希望尽自己所能助他们一臂之力 激励一代人向前辈学习十年前 因为北京奥运会 十二岁的周琦经历了一个新潮澎湃 如痴如醉的夏天 如今已是男篮主力的他在休斯敦火尖队效力 我在海外打球 最能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体育的强盛 带给中国人的自信和自豪 女篮国手邵婷昨天回忆 2008年她刚参加完高考 很想成为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 虽然愿望没实现 但她说 那时候 更多的是憧憬参加奥运会 八年后 她参加奥运会的梦想在里约实现了 2008年 十三岁的河南女孩 朱婷刚进体校一年 开幕式那天 训练一结束 她就和队友迫不及待地搬着小板凳 去教练屋里看开幕式 可是 没等到放梨花 大家就睡着了 想想奥运的种子 大概是在那时就种在了心里 眼下我们正走在从里约到东京的路上 感谢一起不惧艰难前行的小伙伴们 感谢郎导 郎平继续陪我们前行 冰雪人畅想冬奥会加油 2008年时 北京孩子张培蒙二 一岁 她坦言绝没想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那样的宏大和完美 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在奥运会上比过瘾 于是转向雪车 希望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奥会时 能够为国再拼一把 几乎每位运动员在回忆2008年时都表达 对北京冬奥会的期待 这其中期待更多 更强烈的当然是冰雪运动员 冰湖选手刘锦丽回忆 十年前她在电视机前观战 每到关键时刻都替中国运动员紧张 甚至手心冒汗 2022北京冬奥会 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冬季运动的魅力 感受冰湖运动的乐趣 北京奥运会那年 空中技巧名将徐孟陶经历了伤病和手术 面对迷茫的前途 未知的康复之旅 我无所适从 徐孟陶说 北京奥运会成了当时鼓励 我再次重新回到赛场的动力 看着下奥坚而过关斩将 真的非常羡慕 2022年北京冬奥会又来到了家门口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为了让我四年后更加从容不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x